大家好 我是岸元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攻略 第一天世界任务合集 第二天世界任务合集 元神一条龙4.6全收集 以完结成就书151水神童宝箱全成就全世界任务全魔拉堆悬崖玉博 好那这一批我们来到佩特丽可镇 下方这一毛链 到这里往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边走 这边走过来有一个NPC叫塔耶夫尔和他对话 好那对话完之后我们暂时不理他 然后往我们的北方向 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边走 好这样我们在我们旁边这边来点击案子 然后这样完成这个为了救日与民签这一任务 然后再打开我们的地图 我们来到这边地下 就地下的这一个 就是世界报纸左上角这一个毛链 好过来之后把西条转到我们的西南方向 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往下走然后左转 右转 这边一直往里面走 再左转 好那在我们进来这个房间之后 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边这里点击拼合 点击拼合 然后把我们身上的这个什么区谱的产业 这个是一定在我们的身上的 我们在这边拿宝箱的时候 它是在宝箱里面附带的 一定在我们身上的给它点击交付 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区谱 你区谱不完整的话 那就是说你宝箱漏了 漏的话 你再重新去看那个褪色古堡 褪色古堡2那个分辟 好那现在我们这个拼合了之后 拼合之后我们再打开我们的地图 我们回到这个佩特利可镇下方 自己毛链 好过来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 这边去找刚才那个NPC 叫塔耶夫尔 来和他对个换 关于区谱把它提交过去 提交给他 好那完成之后 我们就获得了这样一个成就 好那现在今天 也就是现在这个4.6新地图的任务 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 因为在现实时间第二天 在大概这个位置 还有一个设计任务 这个设计任务的话要等到明天才可以做 好那今天是4.6版本新开的第二天 那我们上弦之后来到这边的佩特利可镇七天神像 这里会出现一个实节任务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实节任务 好这边我们去到佩特利 按去到那个拜达岗啊 就跟着任务指引去到派的拜达岗 然后再跟着任务指引再回来 好继续跟着任务指引走 好那夜市任务指引指引到这里 这边有一个NPC叫乔瓦尼可达对话 好那这边对话完之后 我们再继续跟着任务指引走 我们来到佩特利可镇的七天神像 过去找找NPC 好那这样我们就完成这个 迟来的归降 这样一个实节任务啊 那现在我们再往我们的东方向地图边 这个楼梯往上走 继续楼梯往上走 那走上来 我们再把尸条转到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走过来 昨天这个任务啊 这一任务它有一个后续 再点击位置 投喂一个鱼肉 可以拿到一个成就 四组的直分 这样一个成就啊 这里我们拿到成就之后 我们再打开我们的地图 好我们来到封丹琴的 右下角这个地上锚链 好过来往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 跳下来 好进入前方的建筑 那这里这个任务是 呃一个后续啊 就是加尔恰的战歌 那个后续 那个要把加尔恰的战歌全都做完 不然的话这边是没有 没有这个NPC的啊 从这边进来 进来然后这里有一个 NPC加尔恰 加尔恰他头上有感态号啊 一定要做完前置任务 加尔恰的战歌啊 这里才会出现啊 我们来和他对话 那这边我们在跟着任务进行前往 欧比克莱的战歌页 好跟任务进行走 继续跟任务进行 网站 哇他继续跟任务进行走 完整之后我们再来点击任务追踪回头 好 這樣我們就完成這個世界任務 四連流版本更新的內容的話 到現在為止我們就全都做完了 包括什麼神童啊 寶箱啊 世界任務啊 摩拉堆啊 成就啊 我們這期視頻到這裡就完辦結束了 那我們就下一期視頻再見 大家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